9月如约而至,这一个月也是王俊凯粉丝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月 因为除了9月是王俊凯的生日月份外,还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电竞凯 这个9月将从电竞凯开始,生日凯结束 除了官方的官宣外,王俊凯还为10周年录制了一个祝福视频 视频中的王俊凯穿上了久违的正装,看起来十分的精神 粉丝也感慨着王俊凯,他真的好帅 大家好,我是英雄联盟代言人王俊凯 第一次进入小伙的情景,还魅力在内 今年已经迎来英雄联盟的十周年 在这里,我和每一位召唤师一样 共同见证了许多难忘的时刻,收获了无数的快乐和感动 英雄联盟十周年,狂欢圣经 共同见证英雄联盟的十岁生日,我们是联盟 王俊凯代言的游戏主办方,也在某社交平台上发文 官宣这次十周年的赛事阵容不出意外 王俊凯也在参与比赛阵容内,这次王俊凯所在的队伍是英雄队 王俊凯也将再次和MLXG再次并肩作战 回想上次两人的配合也是相当默契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英雄联盟品牌代言人王俊凯 很高兴能够收到邀请来试玩英雄联盟零能特工 智真EaseRail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俊凯 哎小凯,我们最近也是好久没见了 就是,然后现在这个明赛不是也快开始吗 要不我们先来面积一下 对对,试玩一下 对,试玩一下,就我们两个用EaseRail 然后在大门坑里面就互秀,你知道吧,就类似于蒙多拉中 他就看谁见死的了 对 相信这次两人依然能够配合得很好 就连粉丝都忍不住夸赞 小凯和MLXG又要无呼启飞了 虽然对面的阵容也是相当强大 是电竞圈大家都熟知的Uzi带队 就像网友所说的Uzi 不玩都知道名号 但粉丝对王俊凯还是充满了信心 即使对面有着实力较强的Uzi 并且还有着三个职业选手 王俊凯的战队也绝不会胆怯 只会激起他们的斗志罢了 看到这样的阵容 越来越期待这场赛事了 还是练习生的王俊凯 虽然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还是小有人气 现在的王俊凯长大了很多 已经是能站上大舞台唱歌的王俊凯了 早已不是在练习室 或者是在厕所里唱歌的小土豆了 时隔这么久 粉丝还是会时不时翻看以前的视频 虽然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但就像网友说的一样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不管时隔多久 只要网上有过 就会一直有 现在回看以前的王俊凯 会觉得有点傻傻的 但也不得不承认 小时候的王俊凯很可爱 也很自由 至少比起现在来说 他是自由的 而今年的9月21日 就很特别了 因为今年的中秋节 刚好和王俊凯生日在同一天 这算不算双喜临门呢 这样粉丝就可以同时庆祝中秋节和生日了 并且可以记住这特殊而有意义的一天 虽说不是面对面过生日 但粉丝的仪式感也不会缺席 王俊凯是生于1999年的 这一年是兔年 看来在9月21日出生的王俊凯 今年要和玉兔一起过生日了 这样的缘分也有点奇妙 王俊凯就是玉兔本兔了吧 不得不说今年的生日是相当特殊的 因为这次生日后 王俊凯就22岁了 有网友调侃到 也正好到法定年龄了 这句话有点依偎深长了 9月21日的生日一过 王俊凯就到了法定结婚年龄 但王俊凯妈妈说过 25岁之前不许谈恋爱 这是粉丝众所周知的 也是王俊凯经常在节目中说到的 看来王俊凯小朋友很听妈妈的话呀 从重庆到北京 从14岁到即将迎来的22岁 从小舞台到现在的大舞台 从简单的演出服到现在的西装革履 这无意不见证着王俊凯这一路以来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吻的